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Emily 今天呢想给大家做一个新的播种小试验 大家看我这里标牌都已经写好了 今天要播的呢就是这个香豌豆 其实香豌豆的播种时间应该是90月份 然后我之前忘记播了 所以我现在把它播下去 然后我想那就顺便来做一个试验好了 我这里是有四个标牌 其中对照组就是这个 既没有给这个种子泡水 也没有把它的种皮割破 有泡水有割皮 没有泡水有割皮 和这个泡了水但是没有割皮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四类的种子 把它种下去 首先要来介绍一下香豌豆 是不太适合用穴盘来剥的 它是需要一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土 它也不特别喜欢被移栽 所以在这个盆里面 长成了以后我们直接把它栽到地里面去 或者栽到花盆里面去定植 我这里用的还是一个这种长形的这个空根盆 一个盆子里面种两到三颗 然后来选择比较强壮的苗 我这里一共是剥两个品种 一个是这个紫霞 我会把它的图片放在这个视频下方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叫光棉 这两个品种 只泡过水但是没有割破种皮表面的 我就把它塞到我的这个拇指上 香豌豆紫霞 是泡过水但是没有割过皮的 然后我们来剥这个紫霞 它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接下来我们来剥这个既泡的水 又把这个种皮表面割破了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种子的 膨胀的程度明显是比那个 没有割破种皮的要大一些 最后呢我们来剥这个 只割过皮但是没有泡过水的 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在哪里割 就是从它这个牙眼这里 拿那个剪刀稍微地把它划破就行了 预料箱放在这个宠物电视台上 一个可能是三档的一个温度吧 就是手摸起来有点热 但是不烫的这种温度 过段时间我再来给大家更新 就是这些种子的发芽的情况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给我点赞和转发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